這主播可以看到垂坠的水晶燈 明顯搖晃左右擺動旋轉 餐廳的招牌掛在天花板上 也不斷的晃動 宜蘭縣南澳3號凌晨0點48分 發生了規模4.9地震 正央位在宜蘭縣政府南南東方 23.3公里 深度僅10.8公里 最大震度在宜蘭縣五塔四級 事實上宜蘭南澳在前一晚 7.52分的時候也發生規模4.1地震 正央位置相當的接近 深度也只有10.6公里 兩起地震相隔大約只有5個小時 而最新這期規模4.9的地震 就連北部都有感 不少宜蘭人紛紛留言說 地震好大力的搖晃 像炸彈爆炸一瞬間的感覺 還有人嚇得形容說 地震當下腳底發麻 瞬間灌到頭頂 不過目前沒有傳出災情 有任何消息會持續掌握 以上最新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